为了引起学生们上课的兴趣 老师不仅化身为直播主 还要模仿中营节目的戏剧效果 来吸引学生目光 发祥国小其实跟许多学校一样 一开始都遇到远距教学软液体设备上的问题 不过在克服之后 现在学生上线的到课率已达百分之百 有很多克服的问题都已经一一的 被我们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家长 通力协助之下都完成了 一直到今天我们已经维持一阵子 就是小朋友倒勤率是百分之百 为了防止学生染疫风险 教育部寄出停课不停学措施 也是全国首次大规模改采远距教学的案例 发祥国小为了不让学生学习进度受到影响 全校老师与校长在很短的时间内克服万难 建构了云端学校的教学系统 让学生的上课学习 就如同到校上课一样 每天跟着精度走 家长的配合也是重要的因素 所以学生到目前为止 上课的这个情况怎么样 你觉得 我觉得都还不错 对啊都还不错 对啊然后他们也是 会认真听老师讲课 对啊 因为我们家长都会在家里督促 什么叫云端学校呢 就是我们让孩子尽量可以 按照我们所规划的课表正常在上课 所以呢孩子们八点二十分一直到三点半 放学之前这八堂课都照进度上课 让孩子可以在云端进行我们实体课程 该要有的课程的内容 云端学校除了主要学科外 老师也能透过远端教学 进行体育课 才艺课甚至民族教育 都能进行线上教学 其实好处就是我们除了停课 但是还可以在网路方面上可以学习 坏处就是 就是眼睛会感觉到不舒服 虽然一开始 学生们都对远距教学感到新鲜 不过远距教学还是难以取代 人与人间互动所产生的情感 因此学生们还是希望疫情早早结束 回到学校才是最快乐的一件事 原是新闻No 南投仁爱 财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